大家好,我是小方 今天教大家如何改行航拍机 其实最主要的技巧 其实没有什么技巧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最主要是由某一间公司出了软件 利用它的软件 首先,你申请网络 也要在网页上申请网络 入网页上 当然,你要付钱 你下软件后 给了钱之后 那一架机,大约有价钱 通常来说 现时来说 普通的机器 全部都是 到40元 欧元 大家折回港币 大家知道大约多少钱 接近三百多元,四百元左右 平时我帮人改 那我会帮客买了 那我收到百多元的工资 那我会直接去到 约定某个地方 那我帮他改 因为有很多师兄 其实他不是不懂得改 而是很懒 可能他 可能在改的期间 可能会有些技巧 在改的期间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师兄 自己改了之后 都发觉有一些问题 解决不了 所以 有些师兄 会直接找我去改 那当然 我帮他改改 收到百多元 其实 过几两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你现在 去和别人补习的话 上一堂 都要几百元 是吧 我也是收到百多元 还要搭车 去 我想大约 我收到五百元 三百多元 我也是 我收到百五元左右 人工 连车钱 去到 好像麦当努瓦的地方 坐下 那我会帮他改 那改完之后 我会告诉他 留意些什么 其实 他也可以看回这片 他自己去改 因为 其实 在网上 很容易 大家都可以找到 这些资料 和这些片 是有的 不过是英文版 来的 广东版 我发觉 好像未有 所以 现在我拍一条 广东版的片 给大家看 刚才我说了 首先 你要进入一个网页 这个 就是这个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dunkhead.com 进入去之后 然后 你就去 登记 做会员 登记 做会员 之后 你可以进入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他所列出的 所有的无人机 在改变前 你要选择 你自己的飞机 譬如 今天我做示范 譬如 我就拿一部 Mawry Pro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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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宗化 最旧 最旧 这个机 我来做示范 给大家看 如何改变无人机 首先 你登记 做会员 之后 进去之后 就download 它 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 你在外面 已经见到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 下载 这个 更改的 无人机 软件 那个样子 是怎样的呢 我按出来 给大家看 然后样子 就会是这样的 那 你 去 改之前 你就要留意 因为 不同的机种 它有不同的改法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 旧式 旧的 飞机 它改的方法 跟现在 新的飞机 改的方法 又不同的 所以 大家最好 给少少时间 去 这个网站 看清楚 里面的教学 以及如何改 当然 我亦都会 可以很快地 教大家 怎样去改 它分几种 一种 机型的 第一种 旧式的 大疆 不再推出的 好像 Mari 2 Pro Mari Pro 这些旧的 机 你可以看到 这些 好像 这些旧的 大疆 以前的 4 Pro 我都不太记得了 这些 就是 Air 2s 你可以看到 Air 2s 按了这套 之后 不是 我先示范 我先示范 我那一套 用Mari 2 Pro 按了 进去之后 为什么 你要跟 我这样做呢 因为 先选择自己的机型 看看 你的飞机里面 的版本 是不是真的 可以改到 如果你飞机里面 的版本 是改不了 的话 那就浪费 你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因爲 你买了 内容 的话 虽然你可以用在 第二架机里面 但是 都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所以 大家先进去看看 先 选择你的机型之后 接着 它有两个 有两个 版本 给你改的 这个 是很贵的 一百元 它改的东西 就比较多 但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 买这个 因为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一百元 欧元 无谓 我们选择一个 比较便宜 其实 它大部分 我们需要的东西 都已经改到 包括 禁飞驱 破高 加强 发射功率 都在 那 是不是除了 全部的机器 都可以加强功率 可以加大功率 不是未必的 现时来说 大疆 只是 有分 CE 和 FCC 之分 我们只能够 改 就是把CE 改成 FCC 没有 真的把功率 加到无限 那么大 加到很厉害 这里 你会看到 你可以 改机版本 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你对一对 现时 你的飞机 飞机 你要穿了一只机 穿了一只机 之后 你看 不是看控的版本 是看飞机的版本 看飞机里面的版本 是不是在它这个红框里面 指定的 如果是指定的 那你就可以改造 接着 它说了 是40元欧益 接着你就去买 你就去买 你按这个键 我不是买 我不会按 按了之后 你一步一步 它是用Credit Card的 除了Credit Card之外 好像还有一些 用那些欧洲的 不知怎样 付钱 我想Credit Card 是最大路的一件事 好了 你在这里 买了之后 也装了软件之后 你会看到 有一个 这样的软件 装了下去 就显示了一个 这样的软件出来 显示了出来之后 你就准备你的航拍机 我准备了 我的Mari 2 Pro 这部机 基本上已经改了 但我来做示范 我会试一次给大家看 是怎么改的 其实方法不难改 其实很简单 你听我说完之后 你会觉得很简单 但有些少少 改完之后 有些少巧妙的东西 你自己一定要去修改它 因为不是说你改完之后 就OK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有几样东西 大家要留意 有些时候 你不知道的飞机 改好未 因为它 虽然它改完之后 它告诉你成功 已经改 改完了 但有些时候 它会轻跪在那里 轻跪在那里 轻跪在那里 千万遇到这些问题 你不要关掉航拍机 你应该要重开软件 千万不要关掉 即是在改时 千万不要关掉航拍机 关掉软件 重新再打开软件 好了 现在你要准备一条 USB到Type-C的线 就是这些线 一边就插进电脑里面 那画面 我就不显示出来 给你看看 我怎样插进去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接着呢 我就先插进去 插进去 接着就插进去 再插进去 插进它 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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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auf 如果你的航拍機還未購買 license 的話 現在我做示範 我給大家看到它的情況 如果你還未購買的話 它會彈出一個四方框出來的 它就叫你去註冊 因為你買了 license 只要你進入正確的email之後 它自己會對應到 你一按註冊 再Run一次之後 它出來的畫面就像我現在這樣 你見到下面有 1、2、3、4 有四行東西在這裏 我逐樣告訴大家 它有四個功能在這裏 第一個功能 就是你見到現時 你的飛機型號 你的飛機版本 它建議你使用的版本 它建議你使用版本 是790的版本 現在你的飛機是770 即是說 你最好根據那個 recommend的那個firmware 改790 如果你要將那個firmware 去改的話 你就選擇第三個那個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將你的版本去修改 第二個就是去破解 破解的 第二個主力去破解 破解什麼呢 譬如 如果你是歐洲的CE模式 你可以在這裏 破解為FCC 如果你這部機是M2的 M2的Maverick 2 Pro那些 你可以把它改成加強模式 功率的加強模式 不是每隻機都可以的 是M2才可以的 但是我發覺現在 你按了 按了之後 都不會說加強得太多 一些後話 慢慢再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你加強了都不會 都不會強了 都沒有以前那麼強 我告訴你 現在呢 是大 現在不知為什麼呢 是弱了的 那麼呢 說回到第三個格 這裡呢 就是修改版本了 那其實呢 第四個格 先說一下第四個格 第四個格 就是修改它的參數 什麼叫參數呢 因為其實呢 它的航拍機裡面 你看到 它有一大堆參數在裡面 你看到一大堆這些 但是千萬 千萬 你不懂 就不要動 你一動 你這部機 就出現了什麼特別異常的東西 你不要叫人叫救命了 因為你改了之後呢 你這麼多參數呢 你不知改了什麼 所以你千萬不要動 你懂就動 你不懂就不要動 好了 先關掉 那你顯示出來呢 這個呢 就呢 我記得沒錯 就應該呢 就是每秒 20 是不是25米 我忘記了了 總之呢 就是它的 它那個 越大呢 速度越快 這個就是 25 就是它正常的速度 就是這樣 上面呢 看到它那個運動模式 就是35 是快 快 10度 左右 這樣呢 平時它這個 正常是4 我加多了1 這個是它垂直 上升的速度 我加多了1 4 變了5 這個是垂直下降的速度 這樣呢 我就把它呢 正常應該是3 我就把它改成5 讓它快點下來 因為有時候呢 你會發覺呢 在一些某一些情況之下呢 它下降得很慢的 有時候譬如 好像我們差不多沒有電了 糟糕 飛了上去幾千米 但快沒電了 想它快點下降 我們又不可以 刪了摩打 它掉下來 不可能的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 要它快點降下來 這樣呢 就是設這一個 通常呢 我會設負5 這樣呢 其實都很快的了 有些師兄呢 喜歡 10 上10 下 是10 下 我告訴你 你 如果 怎麼說呢 如果 你 調到它呢 那個 速度太快的話呢 上和下太快的話呢 那個電的負擔呢 是很重的 當你煞時間呢 整隻機呢 扯上去那一下呢 瞬間 因為它這隻不是FPV 來的 所以 其實呢 我奉勵大家 不要把度數 改得太大 但有些師兄呢 他真的很喜歡這樣飛法 它當它是FPV 那我沒辦法啦 你喜歡 沒辦法啦 那所以呢 它的電呢 特別快 掛柴的 那麼 到一陣子呢 比如說給我聽 小方 你的電就漲了 我說 我說 你這樣飛法 不漲就有鬼了 OK 那 繼續 這個第四個 第四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 這個也是上升的速度來的 這個叫做加速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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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我們改的時候 最好呢 這個和這個 都是同步 那就OK的了 這個 也是加速下降 它不是垂直 是加速下降 OK啦 其他呢 有什麼要改呢 有一件事呢 我要告訴大家 那 很多時候 我們 修改完之後 我 是不是跳了呢 跳了 不要 不要 不要講這邊 講回正常些先 講回到這裡 講這裡先 首先 講回版本 如果你不適合版本的話 可以在這裡 去修改你的版本 你只要在這裡 下降你的firmware 按進去 這樣就會跳到 它指定的網站 那裡 你只要在這裡 選擇你自己本身 那個航拍機機型 飛機 不是它有遙控的 不是你選擇你的飛機 這樣呢 選擇你的版本 接著呢 下降下來 下降到一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下降完之後 然後你在這裡 這裡 選擇你剛才下降下來的版本 在這裡選擇了 選擇了之後 接著呢 很簡單的 接著你就按這裡 按這裡 按這個更新 這樣它就會自動在這裡 走的了 那在這段期間 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動它其他東西 你都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會卡住 卡住的 有時候它會不走的 唯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千萬不要關航拍機 你關了軟件 關完軟件之後 再打開軟件 這樣就可以了 再不是 你留心 它那個航拍機 那些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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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個提示在這裡 通常來說 這隻機呢 update所有的firmware 你看到它四盞燈 都是綠色的 四盞燈都是綠色的 如果它在更新的 紅黃 紅黃紅黃黃的閃燈的 或者全紅的閃燈的 你不要動它 千萬不要關機 千萬不要動它 否則你會怕 分分鐘 就算拿回大疆也沒有用 好了 好了 講完 這個 第三個 這個版本 那 我要講回這個 這個 改機這個 只要 跟著 你按這個 這個 hack進去 那它就會走 那這個 改什麼呢 改破你的高度 和 改 那個 禁飛區 大家都看到 這個 這個 被你 解除 破解 這個 一個 還有一個 通常來說 我們按完這個 就應該差不多 改完 就去到最後那個 就是 剛才我跳了 講了這個 剛才我講了 已經 講了這些 怎麼改 改完機之後 有一樣東西 大家又要修改 為什麼呢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修改一個參數 為什麼要修改一個參數呢 因為 我們 改完黃泊機 好像破高一樣 破了高之後 就飛機飛了上去 飛了上去上面 當你飛到千多米的時候 你用一塊原裝電去飛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飛機 是飛不到超過1400米的 去到1400米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降落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智能電池 知道你的飛機是不夠電的 它不夠 它detect到你的飛機 升了上去下來 是不夠電的 所以基本上 飛機上去到1200米 1400米 它就會自動降落 那你要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我們要將它的智能電池 功能 去關掉它 在哪裡改呢 就是在這裡改 首先 我們要先關掉它 我們要找到它的參數出來 才行 你會看到 這裡有這麼多東西 我知它是誰 是智能電池 智鬼 所以 基本上 你有少少這些知識 要上網去找到 這些參數的名字 你會看到這些 這些 這些 就是 那些參數裡面的功能 那些 那些代號 我們就 highlight 著這一段 copy 了 接著 我們 就打開 這個 接著 你會看到 這個參數 打開 接著 我們 貼上去 接著 這一行 負責 去修改 那個 電池 參數 就顯示了出來 然後 這個 已經改了 是0 正常 它的參數 是1 1 它就發生作用 0 它不發生作用 那就是我已經關了 那你就在這裡 打0 打完0之後 接著在這裡 Save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關掉 最後 出回來這裡 要按一下這裡 寫進去 寫進去 整個修改 就已經完成了 看來是否很簡單呢 如果我不告訴你 改的參數 你可能不知道 為何改完之後 為什麼 那隻機飛到千多米 它自動降落 什麼原因 是不是電的問題 其實不關事 是它的智能電池的問題 但是 當你修改完之後 你記住 你的飛機 是不會沒有電 自動降落 即是不會 即是 直至飛到沒有電 的時候 它才會 會降落 即是不會和你計算 它不會和你計算 所以大家 要小心一點 在這裏 它飛到沒有電 的時候 會不會和你 15% 會 它都自會和你 只不過 它沒有說 迫降 沒有那種 迫降 沒有那種 迫你降落 那種功能 真的去到0% 那時候 它慢慢沒有電 直接 落到地面 或者落到水面 就算你推都沒有用 好了 接著 我們回到它的網頁 那裏 我們回到它的網頁 有一個消息告訴大家 現在一個Mini 3 Pro 都可以破解到 了 Mini 3 Pro 以前 未破解到 現在它都可以被你破解 通常這個試版改版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有 但是我知道它是給你們試的 試了之後 當然又會收錢 我不知道要收多少錢 好了 全部講完了 我再講回 補充一點點東西 因為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不同的飛機 有不同的改法 如果好像 AIR2S 好像這些 又怎樣改 呢 那它不同 它下載的位置 你不是下載 飛機 你記住 它不是下載 Firmware 不是正常的版本 我教給大家聽 你就要去 去回去 某一個地方 這裏 它是哪裏呢 它裏面有一個教學的 你看到 你看到 去到它那個 去到它那個 那個 下載的版本 我怕大家 教学和常见问题解答 按进去 按进去之后 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在这里找 这里有所有的教程在里面 我们进去 Air2和我所说的解法是不同的 你会见到下面有几样东西 你要下载下去 大家看清楚 Air2下载的文件 飞机的文件是不同的 全部都在这里下载 包括FPV的旧版都在这里下载 不是在刚才下载 记住不要搞错 另外要讲讲M3 M3的改法也是不同的 你进去这里 M3 教你改机的指南 因为它有几个软件 都要你装进去电脑里面的 慢慢留心 它有改机有两个版本给你改的 第一有一个1000 有一个1100 一千的呢 它改完之后呢 它会全部 你四盏灯 会自动 不是自动 是不会发出任何光的 那 1100 应该说是1100 1100 它和正常的飞机 是一样的 那 我建议大家 其实改哪个 哪个 都可以的 只不过有些灯不亮 有些灯不亮 总之大家 给一些时间 去滲透 就是去解读 它里面的说明 要 所以 记住 Air 2s 和Air 改法是不同的 其他的 mini 2 mini 2 旧的航拍机 都可以用我刚才的方法 直接下转它的firmware 就直接修改就可以了 完了 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解答给大家听 当然 如果你不想弄那么辛苦 你找我帮你搞 也可以 好了 拜拜